今天我要分享的書和之前談到的時事話題有關 動物農莊 英文叫Animal Farm 譯為動物農場、動物莊園、一念珠相、百獸圖、萬獸園等譯名 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創作 在1945年8月17日正式在英國出版 歐威爾說的議員故事反映了1917年俄國革命 至達入史達林時期的歷史事件 雖然歐威爾是一位民主社會主義 但他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持批判態度 歐威爾參加過西班牙內戰 正是這段歷史讓他對史達林主義獲得更深入的了解 他認為蘇聯已經是慘無人道的獨裁統治 而這種統治手段建立起對史達林個人崇拜和大清洗上 歐威爾在一封寫給伊鳳娜大衛的信中說 動物農莊是一則諷刺史達林的故事 他在一篇誰筆寫我為何寫作中表示 動物農莊是他第一次有意識地嘗試把正直目標和藝術目的合二為一的著作 這本書的原標題為動物農莊一個童話故事 《Animal Farm A Fairy Tale》 但美國的出版商在1946年出版的時候 就將副標題去掉 此為歐威爾一生中唯一接受的翻譯版本 其他名義上的副標題變化版本 包括一種當代的譏諷 歐威爾後來建議法語版應該以 Union de Rebrashbi Social Animas 這是法文我不懂得讀 大概是這樣的東西 作為翻譯版本的標題 縮寫就要RSA 拉丁文即是紅 大家都知道俄羅斯的形象代表也是紅 對嗎 同時跟法語中的蘇聯全稱 Union de Rebrashbi Gras Social Animas Soviet Khi 好像 所以他們就說 歐威爾就建議這樣翻譯 用這個標題作為翻譯 你可以看到歐威爾其實也挺有創作能力去諷持人 喬治歐威爾於1943年11月至1944年2月間創作了這本書 當時因為英國和蘇聯是戰士盟友 而英國的百姓和知識分子都對史達林評價很高 這個現象讓歐威爾十分厭 本書的手套起初比起多英美出版商拒絕出版 但本書終於民勢之後獲得巨大成功 其部分原因是原來與英國是戰士盟友的蘇聯 與西方世界開始冷戰 時代雜誌將動物農章評選為1923年至2005年100家英文小說 他亦在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中排大31位 他在1996年贏得追攀的預果獎 此外亦包括在西方世界偉大著族名單上 2018年日本漫畫家食之心將太郎 將動物農章漫畫版重新出版過 由於不少出版石出版過這本作品 所以要小心不要買到中國翻譯版本 他們真的會過分地把翻譯版本的原意 因為翻譯版本的原意 因為翻譯版本的原意 他想怎樣寫你都不知道 中文版本選台灣出版社繁體版本比較保險 故事開始於英格蘭威靈頓的一個農章 樂曼農章 由於主人John先生 管理不善 終日喝酒 不負責任 於是乎激起了農場動物的造反之意 在某一夜 樂曼農章裡 入平一頭老公豬 叫做老梅傑 從老梅傑翻譯 所以這個老梅傑把動物們召集 離開會 宣佈人類是動物的敵人 號召動物們要推翻人類 並且教識動物們一首革命歌 叫做英格蘭之壽 老梅傑死後 兩頭年輕的豬 分別叫做雪球和拿破倫 成為動物們的領袖 並發動起義 最終成功把Johns趕出農場 然後把農場改名為動物農場 他們採用的是動物主義七界 作為他們的法律 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 所有動物一律平等 這七條法律法以大寫的認識 寫在一個谷倉的一側牆壁上高 雪球及後開始開授課程 教動物如何讀寫 拿破倫自行教育小狗動物主義的原則 動物們食物充足 農場運營良好 豬們將自己提拔到領導的位置 並吸引自己流出特別的食物供應 他們表面上是為了自己健康 實際是一種特權 一段時間後 Johns先生和他的手下 嘗試重新奪回農場 同一時候 其他農場主因為害怕相似的動物 而發生自己的農場 都走過來幫忙Johns去重奪農場 雪球及其他動物 首先是病起來 垂積發動了特襲 將剛剛進入農場的人類 打得落花漏水 動物粵門勝利 因為雪球特襲的策略 令到他支持率猛爭 這場戰鬥就被正式稱之為 牛盆戰役 在動物喜宜的周年紀念日 動物們決定名槍紀念 雪球與拿破龍為了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互相競爭 雪球有了一個計劃 就是興建豐車用 農場變得現代化 當雪球宣布他的計劃 時 拿破龍就叫他 拿破龍養子一堆狗 他就把這些狗叫他 驅逐了雪球 然後就宣布自己 就是唯一一個領導人 你可以看到這裡 已經變成獨裁者 拿破龍改變了農場的領導結構 之後 他就取消了動物大會 原本所有動物都有平等 所有動物都有發現權 大家取而代之 是一個由豬組成的委員會 只有豬作主 就由豬來運營農場 拿破龍以一圖叫斯奎拉 斯奎拉 斯奎拉 的豬代言 宣布農場將開始進行興建豐車的計劃 動物們的工作十分買力 因為拿破龍承諾 風車改成之後 動物們的生活將會變得更輕鬆 一場猛烈的風暴之後 動物們發現風車崩潰了 動畫版就會改成 其實是被Jones的炸藥炸爛爛 但是書本的故事其實是被暴風雨摧毀 但是拿破龍和斯奎拉 就跟動物說話 其實這個是雪球速而破壞他們的工程 自從雪球成為代罪羔羊之後 拿破龍開始利用他手下的狗來清洗農場 他就會殺死那些被指控和雪球有屍膠的動物 當一些動物回憶起流氓戰役的時候 拿破龍就會不斷說 雪球其實是Jones的通敵 他們是要通私通 拿回龍裝 並且把他自己荒唐地 當成這場戰鬥中的英雄代表 就是牛盆戰 剛才說過 其實是雪球的策略 使得才能守護到的莊園 但是他現在就因為雪球不起 只有他自己一言堂 他就說我自己就是這場戰爭的英雄代表 而實際上其實拿破龍在這場戰爭中 其實是病得無英無種的 《天格蘭之獸》這首歌 被一首贊重拿破龍的歌曲取代 拿破龍就開始像人類一樣生活 動物們仍然相信他們生活得到 和Jones的統治之下 實際上其實是沒有分別 因為拿破龍已經開始壓榨他們 當然這裡是沒有很詳細說 但如果你看書過 你會發現 拿破龍就是一個人獨裁主義 真的可以壓榨動物 那斯葵拉 在半夜 時刻偷偷地修改了七屆內容 然後不小心就打了下來 那廢類 德利克 即是Frederick Frederick是附近的農莊主 他攻擊了動物農莊 而且用債肉罩 為了已經重新建好的風車 儘管動物們在戰鬥中獲勝 但他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包括了一批叫做 Boxer 拳擊手的馬 拖車的馬 但拳擊手不顧傷口 仍然不辭辛苦地工作 直到他在建造風車的過程中 累到 即是很累 拿破崙派了一堂貨車 送拳擊手去看獸醫 並解說 這個拳擊手是可以得到更好的狐狸 有一頭奮世俗 特屬的奴子 叫Benjamin 班傑 他可以像豬一樣讀熟書 因為在雪球之前說過 雪球之前教他們怎樣讀書 所以他們懂得讀書 他發覺這套所謂的狗箱車 其實是屠宰場的車 於是他試圖把Boxer救下來 但是很快 史葵拉就讓動物們相信 其實這套車是動物醫院 在圖馬場 圖宰場買過來的 但圖宰場的標誌 就沒有改了 因為我買過來沒有改 其實這套車是動物醫院的車 隨後 斯葵拉就告訴動物 拳擊手在動物醫院安償去世 豬隻門在拳擊手死後 舉行了一天的節日慶典 來深刻讚揚動物龍將取得的光輝成就 並要求動物們 像拳擊手一樣 黑虎內老地工作 然而事實上卻是 拿破崙把拳擊手賣給圖馬場 賺來的錢 好好給統治集團的豬賣威士忌喝 在20世紀40年代的英國 農莊可以通過大型 農莊是把大型動物賣給屠宰場賺錢 而屠宰場會把動物殺死後 把他們的骨子煮滾 製成了動物膠 即是我們所謂的Geladine 我們現在做Cake的Geladine 就是用動物的骨膠原來煮出來 許多年過去 封車已經被重建 同時另一座封車再見 農莊的收入非常可觀 但是 雪球曾經提及的 包括被速爛掛上電燈 供應熱水和自內水的設想 早已被忘記 而馬破倫不斷鼓吹 最快樂的動物應當過節簡單的生活 拳擊手死後 他也參加過動物起義的動物 也慢慢死去 露死之類 Jones也嚇死異鄉 豬隻們就越來越人相似 他們直立行走 手持鞭 拿鞭打動物 新穿衣服 七屆被簡化為一句簡單的畫 所有動物一律平等 但是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拿破倫舉辦了一場夜晚餐驗會 豬隻們和當地農莊主慶祝士 他們剛剛成立的盟友關係 拿破倫廢除革命傳統 並將農莊重新命名為諾萬農莊 那麼動物們看自於人類平起平坐的豬 再看看人類 一刻才意識到 其實他們再分辨不到 誰是豬 誰是人 整個故事就在晚宴中結束了 這個故事雖然是已經射以前的蘇聯 然而現在的中共其實就跟那群豬一樣 故事裡面的那場牛棚戰役 其實是雪球帶領了動物 那群動物抵抗人類 抵抗那群想重新奪回農場而入侵的人類 就將人類趕出了農莊 所以雪球的支持都大增 而在中國 首先是中共聯合了蔣介石 抵禦了日本的入侵 將入軍趕走之後 就鬼打鬼了 就將蔣介石趕到台灣 到今天為止 所以一定要冒統台灣 就好像故事裡面一樣 雪球雖然被趕出農莊 但是在農莊發生的那些壞事 一切拿破崙都會說 這個就是雪球的陰謀 雪球造的 動物們起而將人類趕走了 佔據農莊的時候 就定下了七屆 其中一屆就是所有動物平等 而時間一久 豬隻門竟然偷偷把七屆改為 所有動物一律平等 但是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現在的中共又一樣 中共原本是徹底推翻 資產階級 和一切剝削階級 然後 現在他就以高人一等階級自居 要求所有人聽名醫去服務他為他賣名 原本說好的平等 故事中的拳擊手是一隻馬 努力建設農場 最後為了建造風車而受傷 豬隻門非但沒有好好照顧他 反而把他賣給屠宰場 把他賺來的錢賣酒喝 現在的中共沒有好好照顧那些貢獻社會的工人 反而被他們自生自命 當他們受傷了 殘廢了 就把他們趕出盛事 而這些工人建造的意願 就留給中共高階級的黨員享用 如果你對中共的現況沒有什麼了解 其實可以從這本《動物農莊》開始 因為裡面沒有太多深奧的道理或名詞 最需要了解豬隻的所作所為 就可以想像到中共今天的所作所為 好了 今天我們一個人看書就到此為止 我們只是很表面分享了故事的大概 如果有人有興趣聽完整個故事的分析 可以留給我 那我會為《動物農莊》做一個更詳細的解讀 下一期我們會分享一個更厲害的故事 1984雖然離我們過去很遙遠 但它卻在現代發生了 是什麼回事呢? 我們下一期再看吧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讚吧 如果你是在臉書看到這段視頻 覺得還有一些意思 不如到我Youtube視頻看看廣告吧 打賞我一粒糖 有時間的話 不妨留言跟我說一下你的看法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如果含了五更多的話 你自己拜託 會選擇 隨便 拍照 拍照